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一部古惑仔激荡了所有80后年轻人的青春 那些名震江湖的黑道大哥 似乎只是电影中的传闻 但是这些形象全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曾经在台湾地区有一位名震四方的黑社会大佬 他的名字叫做徐海青 上世纪初徐海青凭借着自己能打能干有情有义的优势 年纪轻轻变成了当地有名的黑帮大哥 虽然他的个子不高 仅仅只有一米五八 可是这让他在与别人打打杀杀的时候更加灵活 总能给敌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因此不少人都称他为文歌 手下有了兄弟之后 徐海青便让他们分工合作 因此他手下的生意往往经营的很好 同时还与当地的政府部门来往密切 后来他的势力越来越大 徐海青便凭借着自己通情达理的性格 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一哥 无论是黑道还是白道都会给他三分薄面 当时如果有警察无法处理的黑社会案件 都会请徐海青从中进行说和 上世纪八十年代 台湾黑帮当中出现了一个恶棍 名叫杨瑞和 这个人为了敛财 对当地的各大赌场进行恐吓勒索 于是逼得各个赌场负责人 不得不拿出巨款稀释宁人 杨瑞和的所作所为 令许多人十分不满 最终都是徐海青出面调解的 据统计 徐海青死的时候 足足有四万名不同地区 不同职业的人赶来悼念他 那一年徐海青九十三岁 足以称得上是高寿了 而他死后留下了五个女儿至今未婚 据说大家都是因为 惧怕黑帮大佬的强大势力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